今天我们来学习一款简单经典的花形 帽子、围薄、围巾和毛衣都可以编织的花形 很简单、非常漂亮、很经典的一款花形 用不同的颜色来编织不同的年龄 任何年龄都可以编织的花形 你选好你自己颜色的线就可以了 几身几五的倍数 非常简单 我们现在开始从几身开始学习 我们几身开始 我颜色上组画几了二十身 好,几好以后织反面 我们现在反面织一排平针 我直接演示花形针 今天先织一排平针 准备往下编织 好,只好第一排平针 我们是正面 这一排在这正面 好,现在我们开始丝花形 一个边针 一个边针 三个上针 一,二,三,这里边针不算花形针 然后这里我们织花形 这一组的花形针大家记住看清楚 总是两针的中间调这根线 调好这根线以后 撕在这里 把这根线调上来 好,这样织一个平针 撕一个平针 把这一针滑下来 然后再织这一针平针 好,把这两个针平针撕好以后 用锁边针 从这根线 把我们刚才调上的针线这样 拉过来 好,第一个花 我们就这样拉针好了 这两排一组花 撕法是两排一组花 继续撕 第三个上针 第二个花 我们撕 花一花的距离是三个上针 用这两针来撕花形针 从这一针这里挑出这一针 然后呢,把它撕上来 就直接撕这一针的平针 然后把这个针滑下来 再撕第二针平针 两针平针撕好以后 这根线把两针平针挂过来 从里面撕过来 好,第二组花 再撕三个上针 好,第三组花 一样的 从这个线 中间线拉 撕平针 再撕平针 把这个我们画的线挂过来 然后 这里有三针 三针的上针 这样两头花的 现在对称 你捐织的话就是下一组 你捐织的话一样的 这次里要有一组花的 这有用的片枝 让它对称 这样看起来 会更清俗好看 这碗花形 吃帽子是非常漂亮的 好,我们织第二排 反面都是这样冰织 全部织 平针就可以了 所以花形很简单 如果你捐织的话 如果你捐织的话 你就织 在正面织 省牌的上针 这里全部 不管在花形站 在什么针 我们就全部试平针 因为我是片织 我就在反面织 一排平针 如果你捐织 你就在正面 撕一排上针 省牌 撕上针 就可以了 这种花形 不管你是从上网下 还是从下网上 都是可以编织的 好,第二排花 三层上针 跟刚才我们织第二排花一样的 我们现在延织一遍 先绕到后面 这里是一组花 然后我们把这根线掉上来 一样的 这里撕一个平针 撕第二层平针 把这两层平针撕好以后 这线把两针平针从这里挂过来 好,第二层花 这样看 三层上针 好,第二层花 这里 挑上来 撕平针 两个平针撕好 把这线从这里全部挂过来 三层上针 如果你想要花形 每一组花形针隔远一点 你四针五针的距离都是可以的 你想把花形拉得远一点 你就中间五针六针 随便你想要的距离感 多少都是可以的 花形针只是两针 这里挑线 这边 再撕一个平针 好 再撕 诶,这里是三针上针 这样两层花就撕好了 上面这里我们就是撕平针 你捐撕就撕省牌的上针 这一款花形新手 很合着新手 刚开始学编织花形的时候 比较编织 因为是超级简单 而且很漂亮 经典 这款花形用什么线编织 都是很漂亮的 它不挑线编织 你喜欢织女孩子的 你就用剪颜色 粉色 剪黄色 都是非常漂亮的 是年纪大一点的 你可以选择灰色 深色 比较深的颜色 蓝色就比较深的颜色 这边是毛衣 都是很漂亮的 好 我们就将来到第四万 两排一组花 都非常漂亮的 对于这款花形 你还有不知道的吗 不了解的吗 在我评论机上面留言 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